水里出现十米长的触角 这时女人却默念咒语 她快速缓慢钻回湖中 接着轻轻一用力 触角再次冒出 而老头扔下肉块石 窜出的却是一只皮皮纱 她被吓得哑巴呆住 可段坤不怕死 又丢下一头乌龟 这次跑出的却是触角怪 晃了七七四十一下 把眼前小姐姐弄晕过去 当段坤想用药剂来阻止她时 可是稍微晚了一点 只见两人差点打了扑克 而小姐姐六十年的初吻没了 但皮皮纱很快就长大成人 把周围能吃的都吃了 还不断向海面的人发起攻击 就连单身三十年的男人都不放过 只见她缓慢迅速地向她靠近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马上发生 二狗拿起小木棍试图反击 可就在怪物想要下手时 附近的老六按下炸弹 一下把皮皮纱变成渣渣灰 而怀孕的皮皮纱 把她的后代留下来 却被附近的渔民意外捡到 并且用高架卖给小姐姐 于是二翠拿起两米的小刀 小手轻轻一用力 十条腿的皮皮纱出现 怪物的样子只能用一个字形容 太奇怪了 她很快又成为海中霸主 把附近的海域瞬间都占了 而女人把这件事散布在网上 希望佛伯勒能抓住她 可强哥刚一来 皮皮纱就窜出水面 瞬间张开十米的樱桃小嘴 接着哭斥一下摔到海水里 见到这一幕的强哥 直接拿出电钻 却被旁边的女人阻止 随后再次将药水注入 要让她变成生化武器 于是把皮皮纱绑在车上 因为佛伯勒要让鲨鱼 对付一只成精的翼龙